哎 有花友问 养花的时候遇到红蜘蛛怎么办 打打 那这花友寄过来的一个迷你出类草 昨天是得了红蜘蛛 没来及给大家拍视频啊 我去忙了 然后我们 我让他们先打了点药 很多的花友也抱怨 杀不净 我们昨天我让我们后台 喷了一遍呢 也没杀净 我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呢 就是彻底的消灭他们 首先大家伙 第一步啊 一定要用水冲 把所有的这种蜘蛛瓦 小蜘蛛什么的 用水冲干净 之后再去打药 打药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用阿维菌素 或者是带满虫的满镇的这种沙虫药 你像这个做蛮子 还有 我们用的那种丁腐蛮子 或者罗蛮子 等等一系列的这种 带满虫满镇的一个沙虫药 混合喷沙 一定要叶子背面和正面都要喷到 就记住这两个点句 第一步用水冲干净 冲干净之后打药 你一定用叶子背面全面要给它照顾到 这样的话才可以哈 今天我们小哥就用了一种药 然后呢 今天看的没怎么有了 没怎么有了就不再打了 如果说打的再多了的话 我怕把这个叶子给打黄了 会产生一定的要害 所以说大家也要悠着点 如果说遇到红蜘蛛的时候呢 花儿们就不要过于的头疼了 都可以借用以上的方法 还有的话说老花一吃的草莓在上面也得红蜘蛛怎么办 你像咱们吃的这个东西呢 我是特别不建议大家去用药的 我这个之前也生过一点点红蜘蛛用水一冲 要么就把它那个叶子及时掐掉 然后用水一冲 对吧 你像红蜘蛛像虫子这个东西 咱们人吃到肚子里边没事 你要打了药以后 它结了果 你再吃 它不有点残留吗 所以说花儿们一定要盖它这个事 像花儿们呢 在养花的时候呢 更开心更简单 用了这个方法 我估计红蜘蛛也就嗯 你过来啊 哈哈哈哈